王宫大公主宫殿内 月香正为大公主和三公主上茶 忽然 一名侍女一边快步往宫殿走来 一边急切地说道 公主 不好了 不好了 小侍女这样不懂规矩 月香担忧地看了大公主一眼后 大声苛责道 放肆 做事茫茫庄庄 成何体统 被月香提醒 小侍女才发现自己的失误 又马上行礼道 奴婢不敢 请公主恕罪 大公主认得这小侍女 就是自己回王宫后 派去盯紧二公主的小侍女后 心中一沉 暗暗嘀咕 莫非二公主那边有什么举动 何事 小侍女行了一礼 禀告道 公主 奴婢方才看到二公主出了王宫 一听是关于二公主的消息 三公主十分焦急 追问 二公主出了王宫 你可看仔细了 奴婢看得清清楚楚 小侍女细细回想 确定点点了点头 道 因为二公主盛装打扮 十分显眼 奴婢一眼就能认得出她 文言 三公主看着大公主 狐疑地问 二姐姐容颜不俗 献少打扮 究竟要见何人 需要如此隆重 话比 三公主看着大公主 问道 莫非尔姐姐是去军营 找文昌仙者 大公主没有回应翻公主 却扭头看着小侍女 问 二公主出王宫后 可是往军营方向走 小侍女摇了摇头 道 回公主 二公主并非向军营方向去 而是往南走 往南 那可不是去军营方向啊 说着二公主又看着大公主 道 大姐姐 莫非二姐姐还有比挽留文昌仙者 更重要的事要做吗 想要知道她做什么 还不简单 说着 大公主看着小侍女 道 你继续跟踪二公主 若有事 再回来报 是 小侍女应了一声 便转身往殿外走去 小侍女离开后 三公主又问 大姐姐 我看就不必理会二姐姐了 方才我们去找了表哥 想必是跟表哥相约 所以二姐姐才打扮一番出门赴约 经三公主提醒 大公主点了点头 笑道 三妹妹言之有理 方才表哥得知 二妹妹对文昌仙者生出痴情 十分担忧 恐怕表哥肯定是先下手为强 约二妹妹出去玩耍 听大公主分析 三公主不耐烦地说道 哎呀 大姐姐 我们不如趁着二姐姐忙于同表哥约会 快去军营找文昌仙者吧 也好 马上就要有时了 军营内 战事颇多 膳食必定不堪 话比 大公主看着月香 吩咐道 月香 快让膳访准备一些膳食 送去军营给文昌仙者享用 用碗膳食 凤九没有一点心思 只要想起文昌答应二公主 一起去水月潭赏月 凤九心里就不是滋味 本来凤九也是很想去水月潭 毕竟许久未去 而且还是同文昌一同前去 只是 除了文昌外 还有二公主也会一起前去 又让凤九很是担忧 尤其是 看到今日下午文昌带二公主有别于其他两位公主 凤九便更加心乱一马 见凤九心不在焉 文昌问 可是这膳食不合小白的胃口 没 凤九摇了摇头 又抬头看着文昌 问 文昌 你可是真的很想要和二公主一起观赏水月潭 那是当然 难道 小白觉得文昌在骗你 文昌的语气依旧是不急不缓 听不出他的情绪 同文昌相处的几千年 凤九是很清楚 他向来不惜热闹 像这样的约会 若非有意 又怎么会答应 凤九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文昌又给他加了一些菜肴 道 若小白身体不适 今晚就不必同文昌一起前去水月潭 再均匀好生歇息吧 一听文昌这话 凤九心中一愣 心中暗道 文昌不想自己与他同去水月潭 莫非是想要跟二公主独处 想到这里 凤九甘笑两声 试探道 文昌对二公主倒是很上心 如今战事这般紧急 还想着同二公主一道赏水月潭 看着凤九那双血满担忧的眼眸 文昌道 怎么 小白不想文昌去赴约 没有 凤九尴尬地笑了笑 道 我哪有 同凤九相处数千年 文昌对他自然有所了解 见他眼神闪烁 就知道他在撒谎 小白 你说 二公主会不会准时赴约呢 还是会提前到呢 才刚刚有时 文昌竟然在问二公主赴约之事 凤九心中暗道 难道文昌就这样思念二公主 可中午用膳的时候 他明明说了 不会同其他女子扯上关系 才多久 又变卦了 凤九紧敏双唇 两道眉目皱成一团 文昌又道 二公主走了那么久 想必也不会晚到说着 文昌放下手中的竹筷 道 既然小白不饿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文昌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女子的声音 出发 女君和文昌先者要出去 话比 三公主和大公主 已经出现在中军大营内 文昌本意是想先和凤九去水月潭 却没想到两位公主竟在此时出现 如果文昌没有记错 两位公主方才从军营离开 没多久文昌的语气 跟她的脸色一样冰冷 刚刚还在担心二公主会抢了文昌 如今大公主和三公主又出现在眼前 怎叫凤九不忧心 虽然不想她们出现 但作为青秋女君 明面上 凤九还是要做的地道 大公主 三公主 你们怎么来了 大公主和三公主性冲冲而来 被文昌一句话就打击得十分尴尬 见气氛不太好 大公主看了看石桌上的菜肴 笑道 女君和文昌先者可是在用善 话比 大公主看着身旁的月香 道 月香 快 月香点了点头 便将石盒端到石桌 又将河内的菜肴端了出来 道 女君 文昌先者 这些是公主特意命于善为两位做的 大公主的用意 凤九很清楚 当然不想让文昌使用她带来的善食 谢公主的一番好意 但我和文昌方才已经用善了 见凤九拒绝 大公主笑道 女君 这军营中善房内食材肯定已不善王公 况且战事那么多 煮出来的善食 必定不如玉厨煮的好吃 对啊 女君 为了保持善食的鲜美口感 我们可是在玉上刚做好 就马上来军营 一刻钟也没有耽搁 三公主也一起劝说凤九 两位公主确然有心 只是我同小白已经用善了 至于公主带来的善食 只能辜负了 话比 文昌便看着凤九 道 小白 走吧 见文昌要离开 大公主连忙问 女君 文昌仙者 你们这是要去哪呀 是啊 我们刚来 文昌仙者就要出去了吗 三公主一脸不悦 大公主想了想 又道 我听父亲说 明晚才要去攻打魔族大营 今晚应该没什么要事要处理才对啊 听着大公主的分析 三公主恍然大悟 笑道 我知道了 文昌仙者此时离开 肯定又是要去巡查军营 话比 三公主快步走到文昌跟前 道 若文昌仙者要巡视军营 那就带上我好了 文昌摇了摇头 冷漠地道 巡查军营之事 三公主就不必忧虑 见文昌否认 三公主狐疑地看了大公主 想起下午的事 又道 若不是巡查军营 难道是去查看阵法演练 想起刚进中京大营时 曾见战士们用膳 大公主摇了摇头 道 可此时军营正在用善 应该不是阵法演练 猜来猜去都觉得不对 三公主没有耐心 看着凤九和文昌 问 女君 文昌仙者 你们究竟要往何处啊 虽然不希望文昌 同比一鸟族三位公主 有任何瓜葛 但凤九看得出 文昌对大公主和三公主 比较冷淡 所以比起二公主 凤九觉得文昌 同大公主和三公主 在一起 更加安全 两位公主有所不知 是这样的 此时同凤九去水月潭 可比留在此同这两位公主 胡扯要有意思 小白 再不走 怕是要迟到 文昌这样交集 当真很想见二公主 凤九更加不想他去 文昌 可是两位公主 他们刚来到 若这样离开 有失礼节 看得出 凤九也不想离开军营 大公主点头附和道 是啊 文昌仙者 若不是什么 军情要事 何不暂且缓一缓 三公主也不甘示弱 看着文昌 点了点头 补充道 况且 文昌仙者离开军营 若魔族来侵犯我比一鸟族 那要如何是好 想起方才 同二公主约定 去水月潭时 凤九的反应 文昌丢下一句 既然礼节不能少 那小白便留在军营 同两位公主闲话家常吧 便往营帐王走去 见文昌想要离开 三公主本想要起来阻挠 但见大公主 一直向自己识眼色 才发现凤九已经站起来 想到文昌同二公主独处 凤九哪里还能坐得住 快步追上 已经走了好几步的文昌 一手拉着他 道 文昌 你别急啊 等我一下 就知道凤九会如此 文昌嘴角露出笑意 打压了压心底的喜悦后 转身入无其事地看着他 道 小白 你不陪两位公主了吗 我又没有说不和你一起去 你等我一下 凤九看了身旁两位公主 补充道 他们来 毫不理会 也不好吗 话比 凤九看了看营帐门口 道 你先去营帐外等我一下 我跟他们说两句 就跟你一起去 看了那两位公主一眼 文昌道 那我在营帐外等你 凤九冲文昌挥了挥手 示意他先出去